作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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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帶著我痛苦的暮色 是谁在回避我 又想忘了我 也许是你 也许是我 彼此都默默 可我已太久 梦里的风轻轻吹过 想我一样缠绷 想我一样失落 能不能留下来拥抱我 握住我的手 告诉我 再告诉我 爱我胜过一切所有 一时走来 不肯对你说 说一句不完美的承诺 不肯对你继续说 一生有几次选择 是你温柔 紧紧地缠除我 不想回首 不想回首 不能回首 回首又在你里面中 但是从来不肯对你说 说一句不完美的承诺 不肯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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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有几次选择 是你温柔 是你温柔 紧紧地缠除我 不肯对自己说 不肯对自己说 你温柔 不肯对自己说 不能回首 回首又在你的眼中 看到感觉 妈 请用茶 嗯 妈 我在电话里 跟您提的事情 您都考虑过了吗 要不然我怎么会来了呢 你以为我喜欢来 是 你娶莫容对打垮白石凡 有帮助吗 有啊 你说说看看 很简单 莫容是白石凡的左右手 如果我娶了她 她就必须反过来 成为我的左右手 莫容知道 我们要对付白石凡的事吗 还不知道 你准备什么时候让她知道 但白石凡垮了之后 我想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 有什么问题 妈尽管问 你爱莫容了 这么难回答 我情人爱她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她只不过是你计划中的一颗棋子 人想住久了 慢慢总是会有感情 而且她是真的爱我 论长相 人品 她也都很好 这是你的观点 我可不这么想 妈 第一 她是白石凡的外甥女 等我们打垮了白石凡 真相大白 你们的婚姻还美满呢 我想 我想这是两回事 两回事 可能吗 妈 这个问题 留给我自己解决 好不好 其实 我真正担心的是 你既然爱她 难保不受她的影响 如果你听了她的话 把整个事情反过来 把整个复仇的计划取消了 那 我这三十年的苦 就白熬了 妈 你放心 绝对不会的 我不会让小人知道 再说 爸爸 也等于是被白石凡害死的 不是等于 根本就是 是 爸爸 是被白石凡害死的 为父报仇 是我的心愿 我不可能改变 如果你改变了 妈 难道 难道你要我发誓 要我诅咒 那倒不必 不过 我话说在前头 如果你变了 我活着 你就没什么意义了 我就 我就会 先杀了你 再杀白石凡 然后 自杀 你是知道我的 我一向说得出口 做得到 我知道 我永远都不会改变 我等着看 我等着看 妈 关于 我跟莫容结婚的事 只要你不变 这件事情 我不坚持 谢谢妈 我们是不是该去莫家 正式提个亲 这是起码的礼数嘛 莫容的母亲 也跟我正式 要求过 好 好 我答应你去 不过 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身世 这一点 一定做得到 其实呢 现在的年轻人办喜事 不比我们从前了 礼数又多又烦 现在讲究的是 简单而浓重 是啊 我也是有这个想法 只要将来 他们小两口 恩恩爱爱的 那比什么礼数都重要 是啊 话就是这么说了 有麦太太这样 通勤达理的婆婆 我相信 将来小容 一定会得到您的照顾的 我得先谢谢您 哪儿的话呀 照顾自己的媳妇 那是天经地义的 哦 对了 我听说 小龙的遗仗也要结婚呢 是啊 这下可热闹了 我在想啊 不如两家同时举行 您的意思是 合并在一块儿请客行礼 哦 您的意思是 我是说 同一天 行礼和请客 那就各归各的 其实 如果是同一天 就不如合并在一块儿了 哦 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行礼啊 好像是教堂吧 听说都已经订好了 那就不行了 我是不信那些洋玩意儿的 我打算 还照我们中国规矩 伯母 这样一来 我就喝不成一丈的喜酒 一丈也喝不到我的喜酒了 傻孩子 刚才不是说了吗 喝不喝喜酒都没关系 只要你们小两口结婚以后 安安爱爱的 那才是最重要的 亲家母 您说是不是啊 没错 没错 小荣啊 我们是女方 不妨 多尊重麦太太的意思 我姐姐的后半辈子 就嫁给你了 姐夫 你放心 我一定会做得到 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小荣跟麦得伟 一定要跟我们同一天结婚 这样 我们既不能参加小荣的婚礼 而他们也不能参加我们的 这有多遗憾 为什么不考虑合并举行呢 不是跟人呢 我们是在教堂结婚 而麦家坚持要传统的仪式 这怎么合并呢 是麦得伟的意思吗 不 听说是她母亲 听说她是一个个性孤僻 而怪异的老太太 算了 算了 何必太计较 结婚是个人的事 只要彼此互相祝福 能不能参加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阿姨 阿姨 雪儿 雪儿 怎么醒的呢 我做噩梦 吓醒了 做噩梦 雪儿 你不要老是胡思乱想 我没有 做什么噩梦 说给阿姨听 说完就没事了 我梦见 我梦见我来不及了 来不及 什么来不及 来不及的爷爷 换了一通话筒 有一个小电视 在向我招手 我一直跑 向追你们的车 又在叫你们 你们都没有听见 后来小电视拉着我的手 让我走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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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儿 这几天 我们尽快准备 爷爷跟阿姨 马上就结婚 你就可以做话筒了 好不好 好 我已经等了好久了 好久了 好久了 你之前没拍到 我招呼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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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天 我都在暗中注意她 她是很兴奋 可是可以看得出来 在兴奋的背后 她是越来越虚弱的 能够趁一天 也只是因为兴奋的关系 其实 我也注意到了 我想 我们不要去动力了 就像在学儿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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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来说 岂不是太委屈了 怎么会委屈呢 嫁给你 难道只是为了要命运旅行 而且 我们未来的日子还长得很 去欧洲也好 去加勒别海也好 只要有空 随时都可以去度假 任何人 要去渡假 好 来 安玲 我一生最成功 不是建立了白石企业 而是 而是娶到了你 其实他们结婚呢 是迟早的事情 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管他快还是慢 反正不关我的事 本来就不关我的事 你能这么想得开 我最高兴 舅 我想 我想到台北玩几天 怎么 你不是恨台北吗 现在已经没什么好够了 也好 我赞成 免得你每天坐在于是边要发呆 胡思乱想 害得我呢 提心吊胆 再说 慧明是合伙人 也算是自己人了 有他招呼你 我也放心 如果为此真的要去 金芸芬地主之仪 是我一步从此的事情 好 我决定去 让你好好招待一下 我的荣幸 谁啊 大眼珠 太阳晒屁股了 是雪 我们居然睡过头了 都九点多了 你 爷爷 我可以进来吗 请进 对不起 我把你们吵醒了 可是我现在好无聊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 事实上 我们也应该起来了 事实上 事实上 雪儿 吃了早餐没有 吃过了 阿姨我们 我以后不能再叫你阿姨了 对 事应该改个称呼 按备份上 你应该叫奶奶 叫奶奶 我叫不习惯 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叫 雪儿 没有关系 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这只是一个称呼而已 阿姨我叫惯了 对了 我叫你阿姨奶奶好不好 哪有这种叫法的 太不礼貌了 不 我觉得这样叫很好 阿姨 很亲切 也很妥当 只要我可以这样叫 别人不行 当然了 阿姨奶奶 好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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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妳以後再說 是真的 雪兒 妳先倒都下去 我們還要素洗一下 再換件衣服就下來陪妳 好不好 我知道你們不能去度明月 是因為我的病 都怪我 妳的車還需要用嗎 先生 不用 謝謝 是 小柔 甘心嗎 還有什麼 冬月的感覺確實很好 但願從今以後 永遠都能有這種幸福的感覺 會 有了丈夫 有了自己的家 心裡覺得比較踏實 交婚呢 得慰 謝謝你 還不到謝的時候 怎麼說 我訂了棟別墅 就快改了 到時候 比起這個家漂亮多了 事雅無需的 一棟房子再漂亮 如果沒有愛 幸福 那並不算是一個家 相反的 一個家 只要有幸福溫暖 就這樣 我心很滿足的 什麼 我心裡會有好奇 那是愛 她又桑 為你 那是愛 不爱而进歌声中 我的情感不愿再错 嘿 不要拿麦克风来笑我 在惊吓中长大的孩子容易遭受 我记忆你的心 我明了你的企图 在掌声中我不愿唱一点的歌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爱过 所以今天我才要告诉你 我不愿再错 不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爱过 我不愿另一个温柔成为我的枷锁 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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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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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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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的新家 坐吧 嫂夫人不在啊 到她一上家去了 今天怎么会想到过来 一来是你新婚之后 我正式拜访你跟嫂夫人 二来有件事情我想请教你 说吧 我们现在万事俱备 白氏凡是在新婚的幸福里面 冲婚的头 我想我们应该动手 动手 你是说接管白氏妻业 就是这个意思 没想到你比我还急啊 我也是怕夜长梦多 你是想什么时候董事会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他们要开董事会 我们可以堂堂皇皇地走进去 当众把白氏凡赶下董事长那个宝座 Mit demom 你就是想要抓她 去哪儿 在这儿呢 我们想要把她吝点 我想迟一点再动手 白石凡有个孙女儿,得了绝症,你知道吗? 听说了,可是跟我们正式出面接管,又有什么关系? 有一点点,目前白石凡虽然陶醉在新婚的快乐, 可是她的孙女儿随时会走,在她心里,这是个很大的阴影,这是无法排除的。 可以想象吗? 如果我们现在动手,她的孙女儿一定会知道,一个十岁大的女孩,已经很懂事。 她会难过,会很伤心,会在她最后的生命里,留下遗憾。 这样一来,我们等于多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人。 我不想这么做。 白星星,我没有想到你竟然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 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 有些人,把感情深藏在心底。 有些人,却毫不保留地陈建筑出来。 唯独,难道你没有感情吗? 可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很残酷的竞争。 对白是凡事,对许儿不是。 她只是一个十岁大的小女孩,而且又得了绝症。 我们没有理由,这么残酷地对付她。 我没有想到,这就是当年我崇拜我所认识的麦先生。 麦先生,你变了。 我没有变。 我还是我。 只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自我增长。 原本深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些感情, 才渐渐显露出来。 坦白告诉你,早先, 我原以为我是个早就没有感情。 残酷。 冷选人。 现在,我才知道,我并不是你。 我并不是你。 我有憎恨的意念。 我有复仇的想法。 相对的, 我也有同情怜悯的情话。 поймете Would you like me? 这样,也就是我。 这样,才是我。 才是个正常的人。 了不起 麥先生 你真了不起 好吧 你偉大的理论说服了我 那么我想请教你 到底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够正式出面接管白石器人 有个人 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 夕阳落下 明天还会升起 可是 一旦生命结束以后 一切就充实了 还有什么 比一个即将结束的时候 更重要的 麥先生 我是在跟你谈 到底什么时候正式接管白石器人 我也说了 等雪儿的声音结束以后 你再说了 至少 手上还有个文物的人 有时候 牙引出血 全身骨头疼 有时候 连头也疼得不得了 我问我范大夫 确定 他已经不久了 大家都得心理准备 你也别太难过了 自己身体也要紧 说话 话虽然这样说 可是世道临头 心里还是受不了 尤其是爱明 他比我还难过 常常半夜里起来 一个人坐在雪儿的床边 迟迟地看着手水中的雪儿 一边掉了眼泪 这种画面 看了 真叫人心里头又疼又损 对不起小龙 一碰到你 我就突然变得好脆弱 这是人性 谁都难免的 我们 我们谈正事 您在电话里说 要改衣柱 对 白凭她嫁给了我 雪儿 又要先离开我 白法人 送黑法人 李章 等谈正事 我逆了一个草稿 你帮我整理成正式的文件 你帮我整理成正式的文件 我逆了一个草稿 你帮我整理成正式的文件 我想成立一个 儿童血缘基金会 将来号召医学界 研究这个病 我想 就把我所有的财产 百分之十作为基数 百分之五十 留给艾丽 因为 她对我太好 太好 我也只能给她这么多 你跟小刚合占百分之十 小龙 你今天的身份是我的律师 你只能听我的 至于你母亲 就算我留给她了 我想她也不会收 美智 雅温 留给她们百分之十 还有百分之十 还有百分之十 当年我有个女朋友 我相信你听过这件事 我是听过 不过我这是第一次 正式听林提 你曾经听谁说过 好多年了 那时候你还没记住 有一次 你喝醉了 你就会不会甭着 不如我 也会不会甭着 她 不如我 你 她 她 他跟我分手的時候 已經有了生命 只是不知道 是男的還是女的 只要能證明是他本人 或者是我的親骨肉 這百分之十就給他了 怎麼回來那麼晚 才跟一丈談完 談了很久 這抱歉 冷落了你一個晚上 不要緊 你臉色不好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一丈的心情好壞 一臉穿的內憂外觀 最重要的是 他要修改衣柱 哦 修改遺囑 抱歉 我不能告訴你內容 這是我做律師的道德責任 放心 我也不想知道 雪兒可能 不久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這是遲早的事 難怪也有 我也是這麼勸他 我也是這麼勸他 有一件事 你可能可以幫得上忙 什麼 白石齊 是我一丈一身的心血 可是最近 有個不知名的財團 正在收集他們的股票 我好像打算要接收 怎麼會有這種事 上場上的食物 我也不太懂 不過一丈 好像很肯定 只是查不出來 這個財團的幕後主持人 到底是誰 你一丈不是握有大部分的股權嗎 說來話長 說來話長 你剛才說 要我當什麼嗎 你也在商界 你有你的一番朋友 也許你可以幫一丈查出來 到底是誰 在幕後操縱這個集團 而且為什麼 要接管白石企業 是你一丈這麼說的 是我想到的 面對他這麼難過的樣子 我真恨不得能幫上忙 如果你能做到 你就試試好不好 我是你的丈夫 你要求的事 我能不答應嗎 謝謝 不過小柔 商場上 有很多商業機密 是很難打聽的 我只能答應你 盡力試試 至於能不能打聽出來 我就不敢說了 我已經很感謝了 我先去洗個澡 等一下再來陪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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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吠寧 對 對,是我 我們都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莫容現在是我的妻子 不過她還是白石凡的外甥 對,你果然優秀,屈居反三 你今天來幸虧沒碰上她 嗯 今後 在真相沒有大白之前 不要到我家來 最好也不要打電話 如果晚上有什麼急事 叫蘇珊轉口 嗯 嗯 沒別的 就這個事情要注意 好 再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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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兒 雪兒 我 我送你去浴宴好不好 不好 我就在家裡 醫院好冷 我喜歡在自己的床上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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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下去 咱這麼慌 好冷 拖擂 嚯 bow if 늑 呢 就好冷 在掌声中 我不愿唱你的眼底歌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爱过 所以今天我才要告诉你 我不愿再做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爱过 我不愿另一个温柔成为我的枷锁 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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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